日本众议院大选在22日结束 由安倍晋三首相所率领的自民党 顺利的赢得众议院选举 蔡英文总统是在昨天晚间 透过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邱一仁邱会长 致电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朝廷代表 向安倍晋三首相表达祝贺之意 总统认为日本跟台湾地处临近 人民的互动也相当的频繁 关系密切 在各领域上都有许多有意义的交流与合作 总统感谢过去以来安倍首相在台日合作上的重视 以及日本在长期以来 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组织和活动的支持 他也期待未来日本在安倍首相的领导之下 两国关系能够持续深化 那么进一步的注意两国人民在各项福祉上的进展 并且共同维持区域的稳定与繁荣 我透过这一次的选举 安倍政权的基础就很强这样子 那台湾方面就下一步 跟日本的合作要加强在哪一块这样子 谢谢 我想应该这么说 第一个我想选举特别是任何一个国家国内 以民主方式来进行的选举 那本身都是一个值得这个恭贺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一来不会去评论日本的选举结果 那但是二来 那其实我想总体而言 就像昨天总统透过邱会长 像日本方面所做的表示 双方其实历来 在无论在人民之间 也在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频繁 那许多各层次的合作 那么也一直持续进行 那当然也包括日本 过去大概这一年来 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或者是相关活动上 那也给予我们相当多的这个协助 所以我们当然是期盼未来 日本跟台湾在这些部分能够持续合作 那么另外 同时也是在 毕竟台湾作为区域的一份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 这个双方也可以有许多更多的相关的合作 来共同维持区域的稳定和繁荣 让更多人得到这些相当的福祉